歡迎收看 醫師團 醫師團有個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也有難懷孕的困擾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教你 超強求子攻略喔 好辣聽團又是如何成功得子的呢 今天直播小護士張文綺 大家好 我是直播小護士 嗨 瓜哥 今天沒有牌子啊 沒有牌子 因為寫在我臉上 寫在我臉上 有沒有發現我最近的皮膚 好像有點皺紋 好像快變老了一樣 你才幾歲就嫌老了 女人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外在 是 你要顧好你的子宮卵肢 腻在 腻在 對 現在的女生年輕少女 都不會覺得說 因為她懷孕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常常不孕症的女生 三四十歲每天去請教那個 住孕的醫師 是 一大早排隊要挨多少針 要等排隊 有聽說 花了幾百萬還不一定能著床 對 還不一定成功 對 你現在趁好 回歸都不忘了 你這樣 一直給我 對 你看 所以剛剛要趁早 是 是 是 如果你現在沒有找到好對象 醫師常常講 建議你還是動軟吧 對 動軟喔 是 來來來來 看一下今天的主題 看到沒有 子宮 軟巢 新革命 對 豪運保養全攻略 對 好喔 橫皮呢 回丟都不忘了 這意思就是 簡單一句就是這樣講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的祝孕 好 要懷孕之前 要認清卵巢功能 算準排卵黃金期 是 四十歲 我那時候是 四十歲要懷第二胎 我第一胎三十二歲 所以隔八年想要生第二胎 對 三十二歲那時候 三十一懷 就莫名其妙就懷了 然後莫名其妙就生了 然後就覺得 真的很像下蛋一樣簡單 對 真的沒有想到到四十歲 要來懷第二胎的時候 覺得怎麼這麼難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要懷第二胎 那我的醫生好朋友 就跟我說 你現在年紀也不小了 如果說你要懷孕的話 最好要積極懷孕 對 我說什麼叫積極懷孕 他說就不是像以前一樣 就是莫名其妙就懷了 對 他說你要去做一些檢查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聽話 我就去做了很多的 卵巢功能的檢查 包括像抽血等等 對 然後照超音波 我也是那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我的子宮裡面長了 所以你知道我子宮裡面 大概有一半都是那個 腺肌瘤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大家知道肌瘤是一顆 可以摘掉就好 可是腺肌瘤它是跟你的子宮壁 長在一起的 壁面上的 但問題是有這些問題的女生 會有一個抽血的數值 叫做CA125 這個CA125 就是如果女生你想要懷孕的話 對 怎麼那麼像 難怪我每次跟人家講這個 我都覺得怪怪的 對不對 就是這個數值如果高的話 就代表你子宮可能會有什麼 或是子宮肌瘤 子宮腺肌瘤這些問題 它就會比較讓你比較難懷孕 然後後來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檢查 包括像是MH 有點像是檢測你卵巢的年齡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做了很多很多的檢查 之後其實我心裡非常的忐忑 我很怕醫生跟我說 就是人就是老了就是老了 要認清這樣 要補老 對 結果沒想到醫生後來跟我講的時候 就跟我說所有的數值做出來 我的卵巢跟我的卵子的年齡都 非常的年輕 你實際的年齡還年輕 這次我們通常都是這樣講 對 你也是房子不好 子宮肌瘤 還好他有成功 他還好有成功 不然被你這樣打起來就 我認知他闖到現在 你知道女人最喜歡聽年輕 就代表說 我不是只有外表年輕 我裡面也很年輕 那種感覺就是覺得很開心 但是他也有告訴我說 因為有子宮肌瘤的問題 CA125這個值偏高 就算你的卵巢年輕 卵子年輕 可是你可能還是要認真一點 那他就說你去買一支 基礎體溫計 開始做紀錄 把自己的每個月的週期 一定要很清楚 就是說所謂的積極懷孕就是 你必須要去抓出你自己的 每個月的排卵期 最好是能夠 那一天 那有些女生她的週期 如果不是很穩定的話 這就有點難 所以那時候她就叫我去買一支 基礎體溫計 那每天要做第一件事 早上醒來 就馬上就是睜開眼睛 就去摸 摸那個床頭旁邊的那支體溫計 摸出來之後就寒在底下 然後寒大概一分鐘到三分鐘 他嗶嗶叫的時候拿出來 看它是幾度 然後那時候我的手機裡面 就下載了各式各樣的 生理期的APP 然後每天就要把那個日期 體溫幾度輸進去 要至少做它一個月很完整的 看出你的那個體溫的高低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 要算準排卵黃金期 因為就是年紀是有一點 所以這個東西是需要 妳這樣做了幾個月 登記 我其實這樣子做才做一個月 第二個月就壞了 那就很順利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是 可是我覺得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壓力是很大 因為妳算準排卵期 妳至少妳抓出排卵日之後 妳要做功課 那我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我先生不在我旁邊 他們是怎麼送的 對 他們都是排卵 我先生在大陸工作 所以其實在那之前 他是一個月只能回來一次 一次一個禮拜 後來做了那一個月 抓到可能的排卵日之後 發現下一個月的週期 剛好那個禮拜他在台灣 所以我就是在 所以老公要算班機時間對不對 對 我就要排時間 重點是他不是一次 所以男人最可貴是說 妳這一兩天要做幾次 怎麼可能做得到呢 對 這個是有公式的 就是說如果妳已經算出 妳的排卵日之後 妳跟妳的老公要講好 就是男生 妳前面就是要稍微忍一下 就是要 對 男生壓力是說 妳可能隔第二天還要再做一次 或是隔半天 沒有 我們可以 這三天要做兩 三次 可能嗎 男生 瓜哥 妳不可以用我們的 我了解妳的想法 對 其實像我們這種 年紀大的組織醫師 在跟病人溝通 我就很了解 難怪我一回不出來 因為他年齡比我小十幾歲 對啊 我們如果是當兵 我連褲子都沒穿過了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有壓力還是 以前是純娛樂啊 就是純娛樂 現在有壓力了 對 純娛樂變成做功課 就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男人很奇怪 在純娛樂的時候 他們都很勤奮 然後到做功課的時候 就很懶散 因為他怕失敗 也是有壓力 就叫不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業餘還沒什麼 當職業的時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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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了 壓力了 對 對 所以後來就是 不過我們算滿幸運的 那雖然說中間有差點翻臉 翻臉 差點翻臉 翻臉好幾次 但是結果一次就中 可是其實就是還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好玩的東西 因為我的老大是 因為我的老大是女生 所以我在懷孕 生這個老二的時候 醫生就有問我 我的一個醫生朋友 他就有私底下問我說 你想不想生個男生 我就說這個是 生男生女是可以 不是你決定的 不是可以 我決定的吧 是啊 他就說其實是可以 用一些小方法 對 所以他就叫我去買 一種鈣片 鈣片 他跟我說那叫 真的假的 他講過 對 他說是一種日本的鈣片 他就說那個東西真的很好 你是吃那個嗎 我是吃那個 結果生男的 對 男生不用吃 男生不用吃 他說女生 因為他說其實 生男生女跟體質是酸菌性 你明天我被網站擠爆掉 真的嗎 你怎麼幹 對 還包生男 包龍心 對 然後而且那時候 他還告訴我說 這個鈣片是在 是日本的 它可以調整體質 通常是 女生每天吃 他的量非常大 他一天吃三次 一天要吃十片 所以一天你要吃到 三十片的鈣片 但他的鈣片非常小 很小一顆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就說可是我現在 一個月前才開始吃 他說那你就吃兩倍的量 他說因為我的 他說因為我的體質太酸 不太容易生男生 他說你用大量鈣片去改 然後把你的體質調成鹼性 我就半性半疑 我就吃了一個月 照這樣吃吃了一個月 後來果然就是生男生 我也不知道他真的還假的 但是 假的假的假的 也許他不吃鈣片 本來就是要生男生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體質 不太可能改變 我們體質受到呼吸 受到我們的尿液等等 都會改變 就是調整我們的體質 不太可能短時間 你吃一個很鹼的東西 竟然忽然體質變成鹼 或不定他的藥片是可以 不是藥片 那個什麼鈣片 是調整某種東西 有沒有可能 因為如果單純只是鈣 它也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對 包生男這種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人會覺得說很有效 是因為 沒有生男的都不會分享 對 對 已經有時候的就生男的 所以蒙的 對 然後有生男的會講出來 所以後面有一些個二分之一 沒有可以 可是我看你們這樣講 觀眾還是不相信 我看網站已經擠爆了 要準其實找我最準 我曾經連續接生17個男生 那次我就覺得發生什麼事 結果後來我重新回說 我這一整年接了 其實我女生接了比較多 可是人一定會記憶 自己最相關的 所以我以前開玩笑講說 保仁 保仁醫師 保證生男人 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來跟我講說 陳醫師對 我朋友來找你 都生男的 我說女的沒跟你講而已 對 保證生女人也是保證 對啊 沒錯 不過我剛剛覺得同文的故事 就告訴我們一個女性在 想要懷孕中間的心理的掙扎 的確在親密關係要 從娛樂產業變成製造業的時候 對男生壓力很大 我們很多在不孕症請她協助 要在一起的時候 男生其實到後來都抬不起頭來 而且了無聲趣 你要相信這件事 但我要先講 因為剛剛有一些指標 其實我們在醫療上 有沒有一些好的指標 來偵測所謂女人的年齡呢 我常常說偵測女人年齡 最簡單的就是請 馬上就知道你幾歲 這是最可靠的 但是很多女人 很多會把卵巢功能跟月經 會混在一起 我以前去大陸聽過一句話 她說 子宮卵巢顧得好 二十不痛經 三十不長斑 四十不亂經 五十不絕經 我看這什麼廣告 馬上就馬上點進去了 結果原來是後宮在 韓國的皇宮在吃的人生 你就知道 這樣的行銷語言 會讓你覺得 只要你吃得好 什麼都會好 但我們一定要回到一個 重要的指數 我還是跟大家簡單聊一下 其實你如果上網 真的找我們醫療端 我們會談的 跟受孕與否比較有關的 大概三個重要指標 一個叫做FSH 就是所謂的醋濾炮基數 這個東西跟卵巢的功能 比較有關 簡單的說 如果它的 這個數值Cut在哪裡 大概是十左右 如果小於十 你的卵巢功能是還滿漂亮 像頭文他那時候的數值 一定是小於十 十以上慢慢有點退化 有時候我們定義這個叫 比較困難懷孕的卵巢的階段 四十以上就停經 好 那第二個指數叫做磁激素 磁激素如果太低的話 就跟你的內膜 或者一些荷爾蒙反應有關 那它是一個參考值 但是荷爾蒙補充比較容易 可是第三個 就是你剛剛提到AMH AMH大概1940幾年 就被提出來 那AMH有一個標準值 大概2到6是好一點 慢慢下降的時候 其實表示你的 卵子的數量跟品質略為下降 可是我要先說一下 AMH很風行的時候 是在2000年到2020年左右 那時候幾乎每個人都先驗 看看你的品質保證 老娘還 不是老娘 就是姑娘還剩多少 還剩多少卵子 所以那時候 用這樣的一個參考 但是在這八年來的一些研究 告訴我們一件事 AMH只能做參考 它不能這樣子恐嚇你 你就生不出來 因為我們歷史故事很多 我非常多 AMH 我們剛剛提到2到6是正常 可是如果到1.2以下 算是比較不好 我們都很多0.6 0.7 還是會受孕的 但是這個跟絕對年齡有關係 所以我自己身邊很多人 我都會建議 淡淡也是一樣 其實我修正一下一些觀念 因為我們常說 3 4歲是高0 3 4歲高0 其實在台灣20幾年前 定義高0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胎 常常是26 7歲生 3 4歲當然是高0 因為你平均年齡高了8歲 算不算高0 可是現在平均年齡是31歲多 而且我跟你講 那31歲叫平均值 我們看到最多的是 25 6歲生第一胎的 非常多 第二個族群是31到34 再來一個族群 就是跳到37到40 40以上又是另外一個 非常特別的族群 40以上這個族群 童文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這些人忘了自己老 他覺得只要我努力 什麼都做得到 怎麼那麼傷人 這是真的 我看到非常多 因為他在 尤其這方面表現 你健身過最年紀最大 是多少 我們自己 自然懷孕 我自己處理過最高的是 47 自然懷孕 對 47 甚至於我們也處理過 已經以為停經了 他莫名其妙又跑出來一顆 所以卵子的受孕 是非常有趣的 當然我們知道 就好像庫存骨本越多的時候 感覺上比較容易受孕 可是有時候就莫名其妙 你知道有人弄 月經每個月來 怎麼樣涼 你的軟炮 你的排卵期都很好 一樣不會受孕 有人就是一年只來一次 年金的這一種 他莫名其妙 就那天天雷勾動地火 那天好 停電 大家不要 那天真的是停電 沒事幹就對了 以前的都沒有什麼娛樂 沒娛樂 所以生得多 現在你看都會影響 一個35歲左右的女生 那她因為是一些疾病 巧克力 囊腫 或是內膜異味 那這個女生就是這樣 她也是因為在接近30歲 就是已經開過一次刀 到35歲又要再開第二次了 因為又長了 因為在臨床上我們常發現 她五年會有五成的復發 那要再長的時候 她就很擔心你的卵巢功能 正常的卵巢 大概就是一個 那當然她有病病的時候 開始就會變大 有時候跟女病人講說 大概大到六七公分 就是像一個奇異果的大小 那當這樣的卵巢有病變 像一些巧克力有在裡面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皮 把它保留下來 把裡面的那個果肉 整個除乾淨 你看這就是很困難了 巧克力流的手術方法就是這樣 那你那表皮薄薄的一層 其實卵子 我們說的AMH 很多濾泡產生的卵子 就是在上面 那這個女生就跟我們討論說 我已經第二次手術了 我怎麼樣能夠 讓我的卵子保護得更好 這時候你就是必須真的 要跟醫師好好的討論的 為什麼 因為在做微創手術 複相性手術 常常很喜歡用 電燒 那你看我們那個鐵盤在煎蛋 你看就是這個概念 你看用那個電燒去燒 去做玻璃或是止血的時候 就會燒到你的卵泡 就會燒到你的表皮 就會就像煮蛋一樣 這樣你的卵巢功能就會降很低 像我們這個女生 她就這樣 我們到第二次測她AMH 真的就不到1了 所以這次的手術 我們就要盡量把她的卵巢 保留得很好 讓她保留在受孕的狀況 那不過我們這邊 也要提醒一些女生 就是說你真的有巧克力流 真的到4公分 5公分 就要考慮處理 你也不要等她達到7公分 8公分 整個破掉了 你到時候整個卵巢就留不住了 甚至整個卵巢都要拿掉 所以有時候也不要太緊 有時候真的要跟醫師討論 那你在看著的時候 也要跟醫師討論說 我真的還要受孕 你就要好好把我這個卵巢保留住 這樣子 對 講到這個巧克力囊 子宮內膜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左邊的卵巢 那時候我也有跟醫生說 我到底該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生小孩 醫生就跟我講說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可是我就是懷孕不聊 後來 其實那時候 的確也就像醫師講的 我那時候已經大到5公分了 那時候就想說要不要處理 後來還要說 你就趕快懷孕 然後我也是很積極 像剛剛同仁講的什麼 量基礎體溫什麼 該做倒立什麼都做了 後來就是 我覺得真的就是壓力 就是壓力越大 真的就是越難受 以後來真的也就是放棄了 酒也開始喝了什麼 然後就 就說一句 就在喝醉的那一天晚上對不對 就有了 整個 心情鬆了 後來就懷孕 然後懷孕之後 我再去做檢查 發現我的 就從5公分變成2公分 那其實 懷孕要吃些什麼東西 真的是要吃鈣嗎 其實所謂的助孕 其實並沒有很多文獻說 鈣是可以幫助助孕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本身要 有預計要計畫懷孕的人 其實都知道要做一個 對 其實像我有個朋友也是 他就是 其實他算是滿高齡才結婚 所以他一結婚完之後 積極的懷孕 希望能懷孕 後來他就開始吃葉酸 從1瓶 2瓶 4瓶 吃到18瓶 他都還沒有懷孕 後來他覺得說 年紀到了 真的不行 要積極的開始做一些 比如說考慮人工 或者是試管 後來他就去就醫 然後醫生就推薦他說 不然 我們試試看 除了葉酸之外 我們再加上 維他命D 因為其實有一些 陸陸續有一些 國外的文獻說 如果維生素D不足的人 其實在受孕的過程 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後來他很幸運的 吃了三個月左右 他就順利懷孕了 而且他吃的量沒有特別多 就是400國際單位 就是我們一般成人 每天建議的量 所以其實可以知道 其實不論是你預備要受孕 或者是針對 比如說觀眾朋友 你已經是準媽媽了 已經有寶寶在你的肚子裡 其實寶寶在成長發育過程中 也需要維生素D 所以其實要多曬曬太陽 對於寶寶 或者媽媽本身 也都是有好處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卵巢 子宮等等 其實你要顧好 你的卵巢子宮 還有一個器官 也同等重要 就是我們的肝臟 因為肝臟其實是我們體內 最大的一個代謝器官 當你肝臟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除了非常多的營養素代謝 會受到影響之外 包括我們的荷爾蒙 所以如果你肝臟功能不好 荷爾蒙代謝異常 也會影響到體內 荷爾蒙平衡 像之前就有一個案例 一個女性 她三十幾歲 她其實每年都有在做 子宮抹片檢查 然後子宮也都沒有長任何東西 某一次 某一年忽然檢查發現 子宮怎麼長了一個 她就很緊張 因為她還沒有結婚 還沒生小孩 然後後來醫生就幫她做一個 一連串的檢查 後來推測 可能因為她 導致她的一個荷爾蒙代謝 受到影響 然後間接的可能導致 子宮肌瘤的產生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護肝的一些食物 第一個就是優質的蛋白質 像 但是強調的是 不要吃太過度加工的 像 還有什麼 過度加工的豆製品 什麼 或者是 這些過度加工的 其實最好都不要吃食物 天然的原型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微生素B群 B群包括像牛奶 雞蛋 還有適量的動物的內臟都有 還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像是 十字花科的食材都很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道料理 雞腿排燉菜 它雞腿排就是很好的 優質蛋白質 然後燉菜我們用了 十字花科的 綠色花椰菜 其實像高麗菜 小白菜 大白菜 橄欖菜 都是十字花科的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參考 好香喔 大家可以吃吃看 其實這道料理針對忙碌的三番主很適合 因為它裡面有菜有肉 而且再搭配一些米飯 好像烤白菜 其實就很均衡了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 這白醬 對 當然如果你生活真的非常忙碌 連這道料理你都沒辦法做的話 其實營養是會建議你 我們適量的用一些無糖的綠茶 來取代我們一般的手搖飲 因為綠茶裡面的兒茶素 其實本身也是一個很好護乾的一個種類 這個好像烤白菜 給大家做個參考 所以有時候顧子宮 顧卵巢 都顧好的同時 不要忘記顧好我們的肝臟 像我自己個人 我也覺得飲食真的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算是蠻幸運 我其實現在就是35歲的高齡 但是我一次就中了 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 我的那個小撇步 就是我跟我先生是去年10月份結婚的 然後我去年結婚的時候是 就已經是35歲了 那因為我那時候公司剛開很忙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就再等個一年 是我公婆就一直講 他們看我好像都一直沒有動作想要懷孕 他們就說 你現在高齡了 是不是應該趕快準備什麼的 然後本來我也沒有在理會長輩的意思 但是後來我周遭很多朋友 確實是有不孕的問題 那我跟我先生兩個 因為我們都是很講求效率的人 然後我們一決定想要懷孕以後 第一個就是我先生就是吃馬卡 然後我就是吃剛才營養師說的 我就是吃了 真的假的 你要吃到現在還在拿嗎 我都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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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知道馬卡的作用 對 因為我們兩個 我覺得飲食真的滿重要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厲害一次就中 就是我先生吃馬卡 然後我吃葉酸 然後中間呢 因為我們有些朋友是用手機的APP 去做紀錄 可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以邏輯來判斷的話 APP它不理解你身體 你每天的飲食 或是氣候狀況 你的作息等等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那麼準 那時候我們就是用那個 然後我們還很認真 就是把它貼在筆記本上面 然後每天證明說 我今天尿的時間是幾點 然後今天是幾號這樣 然後一發現它兩個顏色一樣了 我們就當天就立刻趕快做功課這樣 然後裡面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特別的東西 我發現我周遭好像沒有朋友 有用過這個東西 它就是那個 什麼東西 然後它裡面就是 它其實就這樣小小的一管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 就把下面扭開 然後這個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它擠乾淨之後呢 就是就可以開始做功課了 其實我周遭的朋友 這真的是醫生跟他分享的 就是我有朋友去看不孕門診 然後醫生就說呢 其實男生的精子很品質 有分四個等級 然後A等級就是 他一進到體內以後 他就咻一下就直到男人 就到卵子就OK了 然後第二個等級呢 就是他會在裡面游走 慢慢的游 然後很慢的時間 他才會到達卵子 但是他最終還是會到達 然後C的等級 就是他一進到身體裡面 他就開始轉 他不會往前進 然後D就是一出來 就是已經是死掉 GG的精子這樣子 然後因為現在人壓力比較大 然後所以很多男生 其實是B跟C的等級 第四種 就是可能摻雜一些D 但這個的好處就是 這真的沒有自入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太好用 這個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助 就像我們去玩那個滑水道 它會有一些水 就幫助你就 就游得更快 所以它是幫助精子 推到軟體的原因 對 它趕快幫助你推到軟體 又熱外了 對 又熱外了 你連網路上又爆掉了 B跟C的等級 它就幫助你趕快進去 我知道了 B就會變A了 A就A加了 用飛的 會飛的 做完會抬推 因為像我也是有抬推 就是它就幫助你說 其實你即使不用抬推 它其實很快就已經抵擋了 這個是妳在三十五歲 第一次懷孕就用了嗎 因為我就去年結婚 然後我們十二月開始試 我就一月就中了 妳就知道用這個了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兩個就是很想求效率 我們就各自上網做功課 然後就查到這個 好厲害喔 那是接生 那是可以賣 我覺得要不要賣 有聽過嗎 寶人醫師 這個我覺得 他是一個感恩的人 就是他比較成功 會感恩於他過去 所有經歷過的東西 說不定他也會覺得 台北空氣可以幫助他受孕 沒有 這真的很有用耶 因為我要講一次 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太晚 我們意思是說 你如果沒有用 應該還是會受孕 對吧 我也 因為我要講是說 因為我一次就中了 所以我那時候買了一大堆 我就有剩 我就把它分送給 我兩三個不孕的朋友 我必須要說 他們真的三個裡面 有兩個目前已經是懷孕中了 是 這跟好孕年是一樣的意思 對 我先講一下 其實我們專業醫師 絕對不會排斥任何 不要代價太大的 輔助行走做法 對 那你會發現他們很認真之後 受孕率會增加 是因為他們認真 對 他認真 對 他認真 對 他認真 當然他講了一些註孕的方式 這個都是在學理上 有些是可以得到驗證的 比如說馬卡好了 馬卡有一天遇到中國龍 就產生了馬卡龍 這個很有名 不要亂說 不是 我亂講好不好 馬卡其實 大家知道如果去查 就類似號稱秘魯威爾鋼 其實他是後來 後來有做一些study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醫界也想了解 到底是你說的 還是真的研究呢 其實大概有四個功能 他對性欲的改善 勃起功能的障礙 精液的改善 甚至於在男性荷蒙的提升 的確是有這個功能 從這四個來講 他對男生 當然是有幫忙 可是是不是 他就可以取代威爾鋼 我覺得大概還沒有辦法 第二個 葉酸 他運期有大概七八個 常討論的哪些飲食 或者營養成分 對於受孕有幫忙 葉酸大概排名前三名了 那葉酸對於受孕的小朋友 就是懷孕以後胚胎成長 它是一個重要元素 對於協助懷孕 其實主要是 那你剛剛講注意潤滑劑 這個我比較難以回答 因為如果好的精子 就像你看跑馬拉松的 那個伊索比亞來或鋼果來了 其實你根本不用給他加什麼 人家永遠跑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 也許可以幫助一些迷途羔羊 像那個精子 容易轉圈圈的 他可能比較不會頭暈 可以轉得比較快 這有可能 我們剛剛討論很多 幫助受孕或者選擇男女 其實在醫療討論很多 包含哪一天 包含你的PH 陰道的酸檢池 包含你的知識 甚至也要討論到 是不是女性的高潮比較容易受孕 或者生男女 其實研究都很多 對 的確是會略有差別 可是只靠這個有點難 我舉個最簡單的意思 研究顯示 女性高潮的時候 比較容易生男生 所以你知道嗎 我兩個都男生 其實我實在就是 沒有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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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哏不很久對不對 Ready好了對不對 但是研究真的是這樣 滿足了自己得罪的 所以這些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我希望大家就是參考 但是如果最簡單的概念 像他們其實還沒有真正到不孕症 真正不孕症就是你自己試 一年以上沒中獎 叫不孕症 可是在都會區 尤其年紀三四五歲以上 我建議自己試六個月沒中獎 先找醫師來做分析 我們不孕症的檢查 其實最重要是排除法 我常常說我們沒有一個檢查 一檢查說你一定生得出來 但是一檢查可以告訴你 你不太容易受孕 那我們會把那個原因去除掉 比如說剛剛講 如果精子的分析裡面 它那個搖頭晃腦 一直原地繞圈圈的比例太高 或者是它就在那邊 雞雞的太多的話 其實它可能要藉由到人工受精 甚至於卵子的品質真的不好 舒染管子的阻塞的話 它可能必須藉到人工 四管鷹額 所以找我們先排除是好事 像我的方法是這一個 健身運動 然後以及配合中醫條理體質 你幾歲生 我是今年生的 37歲 但其實我跟我老公 在一起很久了 我們就以前就是好害怕懷孕 就很怕真的腳一跨就會有 然後很害怕 所以一直都有在避孕 那直到後來漸漸漸 到了35歲就發現不行了 然後就開始試 就覺得很快 我下個月馬上就要我寶寶了 然後沒想到一直都沒有 而且我們試過很多很多的方法 例如可能去求助那種民俗療法 會在你肚子裡面插 肚子上面插滿了針 就很像那種生日蛋糕 就是插滿針 針灸很像針 針灸條理 然後或者是有朋友跟你說 你那個床位 你要就是每個月排卵期 要這個是這個床位 投往這邊 下個月你要投往東邊 下個月投往南邊 下個月投往西邊 就已經轉了360度了 還是沒有 或者是我們就想說 好吧那去算個命好了 看什麼時候會有孩子 那算命就跟我們講說 你就是一直要往南 越往南那個機會越大 然後我們就往南 台中 台南 墾丁 最遠了到達香港 菲律賓 不是 出國了 香港 巴厘島 還到了澳洲 你看我們兩個花多少錢 很難耶 結果呢 就是這樣子之後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是去看個中醫 調理身體 那也不抱什麼希望 就先調看看嘛 那看中醫的同時 然後再加上呢 中醫師就跟我說 你把脈你好像體質很冷耶 然後我說對 因為我很怕胖嘛 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那種 冷榨果汁啊 或自己會打 每天在家裡打那種什麼什麼 苦瓜 鳳梨汁啊 的習慣 我就想要把我吃下去的東西 趕快排出來 喝那種很高興 他就說你不要再喝了 你戒掉喝這種很冷的果汁 然後再來他就建議我去 因為我完全沒有運動的習慣 他就建議我去運動 所以我就這樣想一想 好吧 反正死馬當活馬 這個也沒有什麼影響 好像很輕鬆 我就試試看 然後自己心態也覺得說 算了 我不要再想了 以及呢 我就調調身體看看 死馬當活馬醫 沒有想到 當我有這個念頭 不要再想了 下個月他就來 他就 寶寶就來了 真的一聽感覺都是 心情放鬆的時候的 對啊 跟宋名化營養師一樣 也放棄喝酒了 以前酒也不敢喝 然後運動什麼 算了啦 對 放鬆的時候 這樣就會來了 對 放鬆的時候他就來了 而且還是在我們家 沒有再花很多錢去往南邊走 所以你覺得 中醫師調理有用嗎 我覺得好像有用 因為我這樣 整體這樣調理 整體是三個月 然後就是感覺自己身體 也變得好像比較好 再加上我老公 他可能也聽中醫師的意見 的建議 然後吃一點溫補的羊肉 或什麼 讓兩個人身體都是比較暖的 聽他們的故事 還是數一數一 是正常型的 只是有壓力的 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 臨床上遇到很多 都是那種外表看起來 非常年輕漂亮的女孩子 然後但是他們 就是太自視自己的條件好 然後就拖到很晚 可能拖到三十七 三十八甚至四十幾 才準備要懷孕 然後之後才發現 要生一個寶寶好難 好難 我以前工作這麼順利 然後呢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平平順順 念書工作到 各個都是 就是要一個小孩這麼難 所以這是有時候勸大家 就是要生小孩 真的要早一點 那我之前的話 有一個案例 她是一個四十二歲的女孩子 然後她的話 她因為她晚婚 她就開始直接就是做人工 然後她第一次人工的時候 她那時候有檢查一個 叫做AMH的指數 剛剛有提嘛 她是0.97 其實已經不好了 但是她那時候取了卵 還取 有取到卵了 然後精卵結合之後 放到她的子宮裡面 結果胚胎沒有長 然後她後來去年 再隔了五個月之後 她做了第二次的那個試管 然後這一次她有 她這一次取卵有取出來 結果呢 清卵結合之後 她的卵沒有發育 就根本就沒有進入到 可以放到子宮的那個過程 然後這時候她去 五個月的時間 她的MH 從0.97降到0.5 她就很擔心 她是今年大概四月的時候 開始就是做中醫的調理這樣子 那我們中醫調理的時候 她那時候來看診就是一個 瘦瘦的 然後看起來總是很累 因為她說工作 就是也是因為工作 然後壓力大 然後可能睡眠不好 那時候我就建議她說 那妳要開始改變妳的生活習慣 妳要早點睡 妳要運動 剛剛跟妳講的方雨講一樣 少吃一些冰冷的東西 像她那時候也是 基礎體溫都很低 剛剛我們有講說基礎體溫 正常的人的體溫 低溫大概在36.45左右 高溫應該要超過36.7 那她的體溫大概就是在36初 然後可能她的高溫期大概就36.5 那在這個狀況來講 中醫講說叫做 就是身體的能量 就是手腳冰冷 然後身體能量不夠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些溫補腎陽的藥 像大家可能比較熟什麼 然後後來調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是就是這個月她又準備說 要再去做那個就是試管的一些檢查 她這一次她的那個指數就上升了 她的AMH就上升到1.67 就跟她之前大概有一直往上走 所以其實各個就是年齡的女孩子 你要好好的調養自己的身體 不管是就是自己調養 或是用中醫的方式 那我也推薦說各位一些 就是平常可以用的一些茶飲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營養貨 用差不多2千 副司子的話也是2千 這是狗妻子 然後它是3千 男生可以喝嗎 男生女生都可以喝 好都可以喝 因為其實 但這一些的話 很好喝 其實要調住孕的話 男生女生最有意思 也要調 她會不會乾 對 那為什麼她這兩個 這藥材會有一些 男生也可以喝 是因為正營養貨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中藥材 它在本草備藥裡面 它有講說北方有羊一日百合 北方有羊群 他們去觀察說 人家講一夜七次狼 它一日百次 那其實就是有一點 其實中藥有一些就像 打包回家 給老公喝 對 它就是會讓你的 其實我們後來研究 像這一些成分裡面 就一些黃銅類的 然後再來的話 可以擴張我們的莫少血管 我剛剛講說很多的話 就是溫度比較低 腎羊不足 其實我們補腎羊 它就是讓你身體 比較暖一些 其實可以提高 住孕的一個機率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前年生的 龍鳳胎 有 然後就是人人稱蟹 但是我過程非常艱辛 對 緩孕前就吃龍鳳水餃 沒有吃 對 反正我有做過就是網友 就是全部公認最痛的檢查 就是疏軟管通氣測驗 跟四打破軟症 然後尤其是這個通氣測驗 我就做了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我就很想要跟老公離婚 就因為這個試驗 因為它是用一個概外 就是它是一個鐵絲 從我陰道下面 然後進去裡面 然後就經過你的陰道 然後經過疏軟管 然後去有點在繞的感覺 像男生的話 就是有點進去你的疏精管 這樣瓜哥你懂嗎 我懂 對 就是那種很痛 對 然後做完之後 你整個下腹都會悶著 但是你是檢查有阻塞嗎 很痛 像高速公路一樣 不是 你檢查之前 他會用疏軟管 就不明原因 我是不明原因的不暈症 所以什麼檢查都要做 對 所以這個是必要的過程 沒錯 我也有做 把道路打通就對了 對 然後聽說有人做完這個 就馬上懷孕 但我個人就 做這個 對 我前前後後做了兩次人工 兩次試管 然後都沒有中 然後也是最後還是 而且前面也是很多偏方 我去了中醫那種密醫排隊的 去拿號碼牌 然後吃一個禮拜的中藥 要自己煎 自己去熬 然後夫妻倆都要吃 然後這樣前前後 花了十幾萬 我們也做了 然後還有說 像有聽一些阿姨說 我跟你講怎麼樣 才會生雙胞胎 或是生小孩 就是妳 我要在上面 所以那陣子我都在上面 然後後來我去 後來做試管 也引發這個最慘的就是 卵巢致肌症候群 我整個覆水大概三千CC 對 那時候就一度有喘到要休克 然後有去急診 把那些覆水全部抽出來 因為快受不了了 好慘喔 所以我真的是這麼辛苦 才懷散龍鳳台這樣 這個 她剛剛講的疏染管攝影 我先講疏染管的檢查 大概從以前到現在有三大類 簡單講以前是灌氣 但是妳要想喔 氣要通過去 妳怎麼知道哪一邊通呢 不太好測量 那後來有一些是用灌水 因為覺得灌水壓力 張力會好一點點 但是灌水有一些機器 但是她也沒有辦法很明確的通 尤其她在醒的之下 有的人會緊張 疏染管會緊縮 那其實我們醫療界 喜歡做攝影 攝影就像剛剛林婷講的 其實她是打一個閒影劑 不過呢 我覺得林婷把它描寫得太 因為我們有做過 我們有什麼感覺 我也是耶 我也覺得還好 基本上現在都是軟的一個 導管進去 然後其實沒有鑽到疏染管那麼深 她通常放到子宮裡面 會打個氣 然後就灌水 如果疏染管有通的人 通常不會那麼痛 不過我相信林婷 她心裡的感受是真的 因為她以前是 加護病房的護理人員 所以她只要看到東西 鑽到前面就覺得是 是鋼絲 但是我們應該是軟的 好 那疏染管通或不通 其實故事非常多 有的人是一點點不太通 所以在做這種攝影 或者灌氣之後 下個月就中獎 甚至我也曾經遇到過 當月中獎 那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可以早一點做 其實是早一點做 還有剛剛林婷講的 其實就是 軟巢過度症候群 這個是一個在做四管嬰兒 或打排卵針 比較常見的副作用 可是這個就是兩難 因為一旦出現這種症候群的時候 通常一定是懷孕 可是出現的時候怎麼拿捏 因為她原因就是 因為她打比較多的排卵針 人就是這樣 我就希望多一點卵 我也希望多一點胚胎 多一點成功率 可是多一點 多胞胎其實有危險 而且多胞胎一旦懷孕的時候 其實她的流產率 甚至於這個過度症候群 它是有風險的 軟到過度症候群 過度症候群 其實是會有致命分險 以往是有的 那只是因為我覺得 林婷身體很好 當然你就知道 產生一些副作用 她到現在那個 因為我是試過了 大家集結了大家所有的精華 都在我身上 我該要基礎體溫 然後我 然後 對 然後這中間 當然就是每個月的 期待失望 期待失望 可是我覺得懷孕的這過程 就是也有排開就是 我也調好身體 然後就是飲食很健康 然後作息健康又運動 我覺得是那個每個月 你要調適心情的時候 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候 所以如果當大家 遇到困難的時候 請用 這是什麼書 這是我的新書 叫什麼 叫做 困境用溫柔面對 幸福要微笑尋回 在懷孕 或者是在任何過程中 我覺得 那個都是人生的第一潮期 尤其是女生 我覺得那個是每個月 你可能會想要懷孕的時候 想說這個月應該有了吧 而且我這個月打排卵症 我也有了 所有的東西我都試了 可是每個月都一直在失敗 妳最後怎麼成功 最後就是試管 就是我最後是試管妳的太陽 妳做了五次都失敗不是嗎 因為當時很年輕 當時才二十 我二十六歲就結婚 然後那時候想要 所以妳是二十六歲開始做了 我是二十八歲才開始做 為什麼那麼髒 我現在又這麼髒了 因為我身體比較大 她那時候三十八歲 我還好啊 真的 我還以為多大 我以為五歲以上 想要稍微小心一點 對 回家吵架 體質的問題跟年齡有什麼 對啊 這個故事不要聽了 沒錯耶 不是 我們當時是想說 再等下去 我們就怕錯過那個十幾點 我們就不想再錯過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人 都不是那種比較迷信 我們就沒有什麼 什麼去求職啊 然後去拿好運免這些都沒有 我們就直接很相信科學 就是我們兩個都去做檢查 因為很多 我聽深邦很多朋友在講說 通常是男生就是 會一直拖延檢查時間 就會覺得說 好像都是女生的身上 不是女生卵子處的問題 還是就是身體處的問題 都是等男方那一端 可是我覺得做檢查 這件事情 大家觀念要開通一點 就是我們兩個都去做檢查 不管那個檢查報告是 男生有問題還是女生有問題 都不是我們的處 妳才28到38 妳不自然受盈 妳就開始做試管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有做 就是醫生看報告檢查出來 所以你們要做試管 就是因為它品質 精子有分子 對 妳那時候應該說 如果有這個多好 對 就是太晚知道 後來妳成功的時候是幾歲 30歲 我那時候因為身體 一切狀況都很良好 然後附水那時候也就是 卵巢刺激的 它反應很激烈 我那時候就 妳有算過妳花多少錢 幾百萬有 如果這還要再加上 我們還要旅行 為了要放鬆心情 不然應該有 還要喝酒住心 妳為什麼要放鬆 妳又不用自然生孕了 妳都用試管了 沒有 當時不曉得 真的 她聽她的故事講 我好緊張喔 妳就跟妳講嗎 我已經28了耶 妳以為再過一年 因為一年只有下降 不會提升的 真的 如果想要小孩 真的要早點有計畫 好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們如果想要懷孕的話 一定要就是先把我們的卵子養好 那我們要養好我們的卵子呢 就是一定要把我們的血液養足 是 但是我覺得在補充過程裡頭 其實平常的飲食是最重要的 其實像這個鮮酥蛤蜊 其實就一個還蠻好的一個料理 我又要養卵子 但為什麼 因為其實剛剛講過 如果要養卵 一定就是要把我們的血液 就是把它養足補足 那其實像我們的蛤蜊的話 它算是一個好的蛋白質 那其實當中也含有鐵質 那我們的蔬菜像花椰菜 剛剛明華也有提過 其實它是十字花客食物 但它裡頭也有含 然後我們的玉米筍也有含鐵質 所以其實這一道的話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補充我們的鐵質 還有葉酸 可以幫助我們的造血功能 所以一旦我們的循環好了 卵子得到足夠的養分 這樣子我們整體的一個 子宮的一個功能 或是受孕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其實不孕這條路是很辛苦的 剋除不孕只有一個方法 趕快生一個 你就不是不孕症的人 但我簡單說一下 不孕症的基本概念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很擔心 不敢來就醫 我給大家幾個標準建議 第一個如果你們很自然的 適當的在一起 六個月以上沒受孕 你現在都會去 我建議可以先跟醫師諮詢一下 來過你就知道沒有那麼可怕 大概兩方面 男生我們不會去測他性能力 我們只要他那一泡精液就可以了 精液去檢查看看 沒有問題 男方就只要副職員 出錢跟出時間陪就好了 女方會做哪些檢查 基本上我們會抽一些基本的荷爾蒙 第二個可能疏軟管 我們會看情況 因為如果你看起來年輕 沒有什麼特別的手術史 有時候疏軟管的檢測 就是那個攝影 我們會晚一點做 但是如果 第三個會做一個超音波 看看子宮染槽有沒有什麼大問題 治療端其實不外乎 剛剛有提到 吃藥然後算時間讓你們在一起 但是如果四到六個週期沒中獎 我們會跳下一關 下一關叫 人工受精 人工受精就是精液 我們幫它洗笛吧 好的人才留下來 壞人才稍微暈頭轉向 就把它排除掉 這個受孕率會大概15%到20% 真的再不行 三次到四次沒中獎 我們會跳到四管音額 當然如果素軟管不通 或精子品質太差的 或卵子數量太少 會直接跳四管音額 四管音額其實成功率就不一定 三成到五成不等 當然費用也個別有差異 不過我建議 雖然我講了這麼多 大家其實不用搜尋 因為有好多病人搜尋 表達Excel都算好了 他說根據他的頭暴率 他覺得他在這個年齡要這樣做 什麼都不用管 第一關先找醫生 其實他給你建議是最划算的 所以今天教大家 許多祝運的撇步 提醒大家 有問題還是要做檢查 祝大家能順利地 懷上你想要的孩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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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